天字的声音三不知不觉中 已经更新过半了 相信不少观众都跟我一样 感觉这档节目才刚刚开播就要结束了 主要是因为周深每一期节目都能带给我们不同的震撼 导致不少观众都沉浸其中 不敢 请求最好 哪怕再加更十二期都不嫌多 其实这就是周深加入殷宗的魅力 可以吊足观众们的胃口 有了周深的加持可谓百看不厌 如果歌手的舞台质量跟不上节奏的话 光看一期观众就会感到乏味 据网友透露 目前该节目已经完成了所有录制 也就是说 天字的声音很快就要收官了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不少观众都难说再见 不舍周深 毕竟天字的声音近两个月以来 承包了我们所有的欢乐 冰冰老师 欢迎谈建策老师 对啊 他都高啊 你要不要过去 我在私底下见过他吗 翻开微博所有相关的评论 网友都给予了周深一致好评 其中步伐有很多跟周深合作过的歌手 每场表演舞台 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多场舞台表演当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周深与盖合作的玫瑰少年 每次听到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多玫瑰没有荆棘 最后的保护是美丽 最美的胸盖是烂击 别让谁去改变了你 你是你我是你都行 会有人全心地爱你 全微媒体 新华网 光明日报 频繁发文赞赏 甚至还做了一份数据 标题为 天字的山音三 用音乐传递力量与勇气 而在微博影响力 日榜断层第一 全网斩获榜单773个 高位热搜位居第三 上榜热搜72个 短视频热榜35个 TM1音乐榜556个 短视频播放量 总计达到140亿 飙升榜顶 要知道 这只是周深 玫瑰少年一个表演舞台的数据 可见周深的影响力 有多么强大了 就拿调查中这首歌来举例 节目播出之后 热度瞬间碾压原唱 人际也好 热度也罢 都稳居第一 周深的代歌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每期都能加一首歌 翻红全网 重新赋予了电视剧 开端 以及调查中新的生命力 天鹅湖迎唱 加意大利念白 看上去更像是一场音乐剧表演 天赋了所有观众 对殷宗以往的认识 即便你没看过 《天字的声音三》 也一定听过周深的金曲翻唱 凭实力内卷全网 将这档音宗 再一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继天赋的声音之后 周深还会有三档综艺 跟观众朋友们见面 所以就宠周深一人 节目就值得我们期待 不知道大家都对周深 新的综艺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中文字幕作成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个视频 中文字幕作成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忘记眼前后是否还值得 小树后世界是灰色 剪刀后又如何决凿 在脚铁忘记更更了 这处众怎么去面对 人会如何人会自卑 永远就冷漠是防备 我在从最后的内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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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